动漫 我要听 主持人 永博 和 变国里 发展 资金 会 加油 加油 都是我的菜 哈雷路亚 欢迎收听今天的动漫 我要听 东京提示你三十五周年 李掌博报告 一起来聊东京迪士尼 好玩又精彩的季节活动吧 李妮娜卡锡 要来介绍迪士尼的配乐大师 亚伦梦肯 哦 来吧 你现在听到的是 迪士尼动画电影 小美人鱼的歌曲 Part of Your World 欢迎回到动漫我要听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 李明娜卡锡 我是李掌博 永博 在场的李明们先打算招呼吧 哈喽 我是嘎嘎 刚才大家听到 Part of Your World 脑中是不是浮现了画面 看到艾莉儿在洞窟中游泳 然后数着她的收藏的宝物 最后将手伸出洞窟外呢 其实就在29年的今天 也就是1989年11月17号 小美人鱼就在美国的戏院上映哦 大家晚安 我是Melon 没错 不止这首 还有Under the Sea Kiss the Girl等经典好歌哦 这些歌曲都是同一位作曲家 亚伦梦肯写的 而且除了小美人鱼以外 亚伦梦肯也为美女与野兽 阿拉丁 大力士 风中奇缘等迪士尼动画电影 做了曲子哦 安安 我是卡鲁 之前我们在聊那个 动画音乐中的安魂曲的时候 就有聊到亚伦梦肯 在钟楼怪人的歌曲里面 安排的巧思 Melon是不是直接承认吧 你那一天就是因为聊得不过瘾 所以另外开了一个副本 来介绍亚伦梦肯 对不对 就是吧 对不对 真不愧是迪士尼系主任 亚伦梦肯参与的第一部迪士尼 就是小美人鱼哦 有别于早期的白雪公主 灰姑娘等电影 在小美人鱼之后的作品 例如美女与野兽 风中奇缘 大力士等等 多以音乐剧的形式呈现 当时美国的影视产业一片低迷 这样的安排 重新吸引了观众 对于迪士尼影片的讨论度 因此评论家将这段期间称为 迪士尼文艺复兴时期 亚伦梦肯在这段时期 为不少迪士尼作品谱曲 可以说是幕后的推手之一哦 没错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亚伦梦肯的成长环境 亚伦梦肯出生于美国纽约 父亲是牙医 母亲是芭蕾舞者兼剧作家 亚伦梦肯从小学习钢琴 小提琴 喜欢作曲 甚至在九岁的时候 就参加过作曲比赛哦 而且他说过 比起学校的课业 他花更多时间跟心理在音乐上面 不过对当时的他来说 音乐是兴趣 不是未来的志向 他也很烦恼 自己将来到底要做什么 虽然身于表演艺术家庭 他父母也赞同他往音乐方面发展 但是他同时又带点反抗的心情 不想照着传统路线走 亚伦梦肯当时觉得 自己应该会跟父亲一样 成为一名牙医吧 于是就进入纽约大学 攻读医学 但是后来 却又不断地改变他的主修科系 他发现 他自己还是热爱着音乐 最后就以音乐学士毕业 但是他不想走学术研究 也不确定自己要从事哪一种工作 他曾经就说过 那时他想要当录音师 或者是妖鬼明星吧 哇 但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亚伦梦肯大学毕业之后 加入了BMI 莱曼英格尔音乐剧场工作室 这位莱曼英格尔 是美国百老会的作曲家和指挥 就是这一间工作室的创办人 亚伦梦肯形容 当时他跟其他作曲家 一起踏入工作室的时候 心中就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 就决定是这个了 从此他变全新的投入作曲的工作 后来亚伦梦肯在 BMI莱曼英格尔音乐剧场工作室 遇见了一位伙伴 亚伦曾经说过 这位伙伴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这位伙伴又是谁呢 我们先来听歌 下一段再来介绍他们的相遇 以及合作的过程吧 请听美女野兽的Belle 以及阿拉丁的Arabian Knights 节目前半闯完了 后半也要继续喘哦 我们在上一段聊到 亚伦梦肯从小接触音乐 大学毕业之后 进入BMI莱曼英格尔音乐剧场工作室 开始他的作曲职业生涯 同时他在那里遇到了改变人生的伙伴 也就是作词家霍华德·艾许曼 这一间工作室的名字实在是有点长 我们就先简称BMI工作室好了 亚伦梦肯在BMI工作室的时候 虽然帮不少音乐剧谱曲 但是这些音乐剧很可惜最后都没有正式在剧场演出 直到1979年他跟霍华德首次合作的 上帝保佑你 罗斯瓦特先生正式推出受到好评哦 两人再次合作 1982年的音乐剧恐怖小店获得奥斯卡的提名 更是打响了亚伦梦肯跟霍华德的知名度 但是那时美国经济衰退 对剧场产业跟影视产业是个很大的打击 亚伦梦肯形容当时的情况很惨淡 所以他想要寻求一个出口 当时他最喜欢跟他的大女儿安娜一起坐在家里 看迪士尼早期的动画片 像是白雪公主啊小飞象 小木偶奇遇记等等 亚伦梦肯曾经说过 迪士尼打造出来的世界 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个慰藉 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回忆 也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期 霍华德打了一通电话给亚伦梦肯 问他说 要不要一起参与迪士尼的动画电影的作曲啊 是以音乐剧的形式来呈现动画电影哦 然后亚伦梦肯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哦哇当然好啊 傻了 傻了 霍华德说这部动画电影 就是小美人鱼 当时迪士尼计划推出一部动画长片 希望这部长片能够跟白雪公主 或者是灰姑娘一样 成为迪士尼的代表作 因此动画公司决定尝试 以音乐剧的形式来编写小美人鱼 便邀请霍华德跟亚伦梦肯加入 他们两位就是在这个时候 正式和迪士尼签约 嗯就像在BMI工作室 编写音乐剧的时候一样 亚伦梦肯作曲 霍华德写词 他们想象海底生物跳舞的模样 还有人鱼在海中游泳的姿态 一同创作小美人鱼的歌曲 而那首Under the Sea 也为他们摘下了奥斯卡最佳歌曲奖哦 虽然这是个令人开心又雀跃的消息 可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当天 霍华德的脸色非常的不好 亚伦梦肯询问他原因 但是霍华德却坚持等他们回到纽约再告诉他 然后两天后 霍华德跟亚伦梦肯表示 其实自己被诊断出感染了HIV 身体状况可能会越来越差 嗯 当时亚伦梦肯跟霍华德同时为两部动画电影作曲 也就是美女野兽跟阿拉丁 他们一样合作编写曲子 唯一不同的是霍华德的体力越来越差 最后无法往返自己的家跟录音室 当时霍华德躺在床上 通过电话跟录音室联络 讨论曲子 最后在美女野兽上映之前 霍华德就过世了 当时霍华德40岁 亚伦梦肯形容 霍华德就像是我的家人 我的兄弟 使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亚伦梦肯跟霍华德在BMI工作室认识 一同撰写音乐剧 将百老汇音乐风格带进迪士尼的动画电影 其实一直到现在 只要点进亚伦梦肯的官方网站 就能够在年表上面 看到亚伦梦肯缅怀霍华德的文字呢 亚伦梦肯在音乐会上 提到他跟霍华德的合作往事 还会讲到热泪盈眶呢 很可惜当时的医学技术 不像现在能够妥善控制HIB的病情 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遗憾 一起来欣赏阿拉丁的Friend Like Me 还有大力士的Go The Distance 在霍华德过世之后 作词家提姆·莱斯接手 为阿拉丁的歌曲作词 阿拉丁的歌曲也获得了奥斯卡奖项的肯定 亚伦梦肯也持续为迪士尼的作品提供曲子 其中包含了《风中奇缘》 《大力士》 《钟楼怪人》等动画电影 以及真人电影 电视影集等等 还有迪士尼动画电影改编的 百老汇音乐剧哦 其实有几部动画电影 因为时间长度的关系 不得已只好剪掉其中几首歌曲 但是呢 后来这些遗珠之憾 透过动画电影改编的音乐剧 被搬上百老汇的舞台 迪士尼第一部在剧场上演的音乐剧 《美女与野兽》就有这样的曲子哦 没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美女与野兽》的动画电影的DVD 看到一半发现 嗯? 卢米亚跟可世华 还有城堡里的家具 怎么突然开始唱歌 庆祝他们即将变回人类 等等 这首歌听起来好陌生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 有这首歌吗? 其实这一首歌叫做《Human Again》 是亚伦梦肯跟霍华德 为了1991年的电影写的曲子 但是就跟刚刚说的一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被夸掉了啦 没错 1994年推出百老汇音乐剧的时候 就加到音乐剧里面咯 后来又为这首曲子绘制了动画 加到2002年发行的DVD还有BD里面 在2008年开演的《小美人鱼》音乐剧 跟2014年的《阿拉丁音乐剧》 也有类似的曲子哦 没错 可惜今天时间不够 我们另外再找机会介绍 你是在挖坑给自己跳吗? 好好好 对 只之后再讲啦 我们先拉回来 其实亚伦梦肯也有为 东京迪士尼海洋的游乐设施 《星巴达传奇之旅》作曲 近年也为真人版《美女野兽》 写了新曲 而且亚伦梦肯也宣布 自己即将为阿拉丁跟小美人鱼的 尖人本电影作曲 我真是好期待啊 从1989年到现在 亚伦梦肯持续为迪士尼的作品 创作《快智人口》的歌曲 他跟霍华德 带进迪士尼的百老汇音乐风格 也深深地影响近年的 迪士尼动画电影 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聆听 晚安曲《魔法奇缘》的 《I see the light》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谢谢今天在动漫 我要听FB粉专一起实况聊天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今天还有哪些 亚伦梦肯做的歌曲没介绍到 很可惜 也欢迎到我们FB的 关于找电播点唱机的表单来点播哦 今天的录音测拍 会在下周上传到YouTube 欢迎点阅回顾 同样欢迎来逛逛永博 跟我们各个里民的 个人Facebook专页 来追踪电播里民们的最新动态吧 大家也可以到 Bravo电台的官网的精选节目 收听已经播出的集数哦 期待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 还有交流 最后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周末夜晚 动漫我要听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